欢迎一切加港区 本周我们一起去列治敏斯的Bayville Hill社区 Bayville Hill社区位于Richmond Hill的南边 最紧的十字路口就是16街隔Bayville 记住在下面加个like 给YouTube知道加港区的存在 Bayville Hill社区是由两种房屋组成的 独立屋和排屋 4000尺三车房独立屋 平均售价是220万至250万 即是港币1300万开始 一间2500尺 两车房独立屋平均售价是160-180万 即是港币950万开始 你没听错 这区其实是Richmond Hill的高尚社区 市场记录大部份的独立屋 都是有3500至4000尺 很多独立屋都具备于一个很宽阔的圆关位 为望于旋转式的楼梯 即是到屋顶 最后一间独立屋平均每个月 就是4000万 即是港币2500万开始 租一个分门出入 地下室 两房的话 就是每个月1600万开始 Bayville Hill社区 业主租合比例是96% 业主自己居住 这家屋 几乎所有都是由1991年至2010年起成 其实这个社区 给到你的社区质素真的很高 就算我想找一间两车房 比较小 比较脏的独立屋 都找了几条街 这区里面 三成人就是讲广东话 两成人讲普通话 两成人讲英文 少量的波斯人 记得在下面订阅、订阅、订阅和赞这个频道 等加港区给YouTube推荐到更多人看 校网 很多华人在Bayville Hill屋住 都是喜欢他够宁静和校网好 就读JK至小七的小朋友 都是去Bayville Elementary School 337间小学里排行97 EQAO的平均成绩 大约88分 就读中学的美女就去Bayville Secondary School 安省789间中学里排行第8 这一间学校不仅品学兼优 它里面还有一个IB Program 醒目的家长的东西 都不用我解释IB Program 不过 如果下面有留言 或者足够100个赞 我就制造一个特别节目给你们 交通工具 Bayville Hill社区的业主 非常依赖駕駛 向西走到Yong Street 就物尽其有了 Bayville Hill社区东面 2-3分钟的车程 都达Highway 404 这个高速公路 都算是一个主要干事 所以逃门时间駕駛 到多多市中心的话 就比较失载了 在市中心上班的你 就可以乘搭Richmond Hill Go Train Station 社区的巴士 都是藍白色巴士为主 YRT 生活设备 社区向东走5分钟 就有一个Hill Crest Mall 是一个中型购物中心 社区西面有一个非常特别设备 叫Richmond Hill David Dunlop Observatory 这个星体望远镜 是1993年起 主要的目的 都是给多伦多大学 做一个观星研究的目的 城市未来计划 都想令它更多的绿化公园和设备 不过当你以为政府留下一些地方 做一个绿化计划力的话 笑脸 因为政府一早就批下公民 和承建商 陆陆陆续续地开始 建立一些新的独立屋 每一间新的独立屋都是200万开始 所以如果你喜欢新屋的话 你也可以提点 比较多社区的东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商业工厂和写字楼 所以如果你新来加拿大报导的话 透气所号去这些commercial plaza 试试 可能找到你人生下一个阶段 总结局来说 在这区交通方便 想找工作 直接在附近又搞定 还有一块这么大块的绿化公园 现在慢慢造成一个 200多万的独立屋地皮 加上每一间在这里 都是独立屋的豪宅 业主和租核比例也非常高 等同于社区里面的水准 都是上水平的 所有给这个区 91分 我们相信 如果你喜欢我这些原创 你可以在下面加个like 和subscribe这个channel 也可以share到更多的Facebook group 或者你亲戚朋友想移民到来加拿大 如果你想知道我日常有什么买卖 或者有什么盘 你可以在我的专业追踪我 或者你私信我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加港区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上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